有關於weekday的部分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這個日期它是禮拜幾 其實這個地方我就可以用一個所謂的weekday 那weekday裡面底下有一個說明 就是說如果1或省略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1到7代表是禮拜天到禮拜六 那你會想說為什麼第一天是禮拜天呢 其實因為以sale的環境 預設是美國那邊的觀念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呢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就是星期天 因為他們做禮拜嘛 所以禮拜 那也就是說底下有數字二 如果你的參數是禮拜 如果是二的話呢 那代表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那參數如果改二的話呢 就是東方的我們這邊的觀念 因為我們一般認為說呢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通常是星期一 而不是星期天 那實際上喔 這個其實當然它有它的好處啦 不過我比較建議就是說呢 你可以暫時忘記喔 底下這些二跟三 為什麼? 因為二跟三很麻煩 到時候很容易產生問題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weekday weekday 這邊的話呢 插入函數 全部裡面呢 找到week weekday 打一個w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給它一個日期 這個日期 那底下的話呢 會給我們一個什麼呢 return type return type就是說 如果你省略不打或者是1的話呢 那預設值 禮拜天就是第一天 禮拜一就是第二天 意思類推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輸入二的話呢 那順序又不一樣 二的話順序又不一樣 三的話呢 那我是比較建議這樣啦 你return type盡量空白 然後你的觀念就記得就是說 這個禮拜天就是第一天 所以這邊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結果 結果之後是五 那五的話應該星期幾呢 應該星期四 你就不要去管二跟三 因為如果你用二跟三 很容易產生錯誤 到底哪一天 那最後結果 我要怎麼樣顯示是星期幾呢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儲存的格式 然後呢 你可以找到這邊一個日期 那日期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就會有一個週期的 或者星期期的 按一個確定就好了 就會顯示出來 當然喔 順便講一下啦 如果你今天像這個日期呢 你希望呢 它顯示出來 除了你月日之外呢 也要顯示瓜糊週期的話 而且不做任何動作 該怎麼做一下 按右鍵的儲存格式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很好的訣竅 比如說呢 週期對不對 按一個字定 各位看一下喔 它有一個觀念就是 它是什麼呢 它的格式是什麼呢 A A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想說 那如果今天希望 在這個格式後面 刮糊 變成週四的話 該怎麼做呢 按右鍵 除了格式有沒有 請你怎麼樣呢 制定一下 後面呢 請你給它一個刮糊 然後呢 A A A 刮糊 按一個確定 出來了 有沒有 那底下的格式的話呢 也可以如法炮制 那你想說 那老師我不要是週期 我希望是星期期的話呢 該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日期裡面有沒有 星期期對不對 請你按制定 答案就出來了 幾個呢 四個A 所以呢 你如果要改成四個A的話呢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這邊呢 請你在制定裡面呢 多打一個A 就變成星期期了 這順便說一下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練習看看 底下的話也是weekday 讓它顯示出來 也是星期期就可以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